后继变成神的这种动物 在七万年前智人还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 在非洲的角落自顾自的生活 但就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 智人就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 生态系的梦魇 时至今日 智人似乎只要再跨一步就能进入神的境界 不仅有望获得永恒的青春 更拥有创造和毁灭一切的神力 但遗憾的是 智人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 实在没有太多可令人自豪的事 虽然我们主宰了环境 增加了粮食产量 盖起城市 建立帝国 还创造了无远伏界的贸易网 但是全球生灵的苦难减少了吗 一次又一次 虽然整体人类的能力大幅提升 但却不一定能改善个别人类的福祉 而且常常还让其他动物深受其害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至少就人类的生存条件而言 已有了确确实实的进步 饥荒 瘟疫和战争都已减少 然而其他动物的生存条件 却正在大幅度急剧恶化 范围前所未见 而且 就算是人类社会相关的改进 也还需要再长时间观察 才能判断是否利大于弊 是否能够延续 此外 虽然现在人类已经拥有许多令人赞叹的能力 但我们仍然对目标感到茫然 而且似乎也仍然总是感到不满 我们的交通工具已经从独木舟变成帆船 变成汽船 变成飞机 再变成太空梭 但我们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前往的目的地 我们拥有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但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妥善使用这些力量 更糟糕的是 人类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负责 我们让自己变成了神 不用对任何人负责 唯一能节制我们的只剩下物理定律 正因如此 我们对周遭的动物和生态系掀起一场大灾难 只为了贪求自己的舒适和娱乐 却又从来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 拥有神的能力 但是不负责任 贪得无贡 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天下至险 恐怕莫此为生